一个从海底打捞起来的集装箱 究竟藏了什么好东西 竟然让一群大聪明都看待了 到底怎么回事 今天大聪明们又集合在一起 等待光头墙的召唤 听说光头墙今天给大家准备了大宝贝 大聪明们促光头墙赶紧干正事了 光头墙将大聪明们带到直升机前面 随机挑选了三名幸运观众 我猜你一定打不出这个词 那姐老马和大胖一起登上直升飞机 好家伙 难道今天的大宝贝就是这架直升飞机吗 格局小了朋友们 随后光头墙带着其他的大聪明们来到轮船上 下一秒一个集装箱 就从海底被打捞了起来 原来这才是今天的大宝贝啊 光头墙告诉大聪明们 这是一个从迪拜发货的集装箱 因为一点意外沉入海底 大聪明们一听是迪拜两次就不行了 立马上头一个个势在必得的样子 光头墙一顿疯狂渲人 在场的大聪明们个个激动的不行 话不多说 赶紧打开集装箱 让大聪明们见见试面吧 助理老黑一把剪开锁头 没想到一打开箱门 大聪明们一个个从热情高涨变成安静如计 他们到底看到什么了 这是一个从迪拜发货的集装箱 因为意外沉入海底 由于集装箱在海底待了太长时间 里面的东西基本上都被海水泡废了 有的甚至都长出海草了 这玩意可不行买啊 要是买了指定亏的裤衩子都没了 这下大聪明们个个都兴致缺缺了 没想到另一边三兄弟却对这个集装箱来了兴致 他们坚信迪拜来的箱子里指定是能开出珠宝黄金的 能不能发财就看这一次了 观察时间结束 起拍价500美刀 大聪明们看着这箱水货一个的都没啥兴致 报价都不积极了 经过好几轮加价后 大胖将价格打到了6000美刀 三兄弟一听大胖报价后立马不行了 一上头直接喊出了2万美刀的高价 三兄弟这一顿野性加价 直接点燃了在场大聪明们的热情 喊价开始不断上升 很快就来到了3万5美刀 这下三兄弟坐不住了 立马再次加价1000美刀 这个价格直接将现场的大聪明们都劝退了 最终三兄弟36000美刀拍下这个泡水集装箱 接下来就是紧张刺激的验货时间了 三兄弟这次到底是慧眼识珠 还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三兄弟已经开始迫不及待的寻宝了 腐烂的泡水家具 一个已经变成水床的破烂床垫 这些玩意指定收破烂的都不想要啊 我猜你一定打不出这个字 一旁的大聪明们一个个开启嘲讽模式 化身吃瓜群众准备开始看笑话了 没想到下一秒三兄弟突然激动狂吼 在场的大聪明们也看傻眼了 在破烂家具的后面 竟然是一座保存完好的铜像 老大激动的对着铜像 献上了自己的香腕 围观的大聪明们脸上的表情 一个个从嘲讽变成了羡慕 没想到这还只是个开始 随后老三又是一阵欢呼 这是又发现什么大宝贝了 仔细一看 好家伙 竟然真的有黄金啊 老大激动的拿着黄金出来手舞足蹈 一开口就是老法尔赛了 气得在场的大聪明们 一个个扭头就走 三兄弟掂量了下黄金 还是实心的金条啊 今天可不就是赚大发了吗 三兄弟花费三万六千美刀 拍下这个集装箱 最终盈利七万九千八百美刀 不得不说这三傻运气没水了